OLOK2013它有提供幻影畫面 使用者可以透過這個地方做檢索 一般預設值一開始啟動OLOK2013的時候也會啟動幻影畫面 一開始進入的時候我們可以透過幻影畫面先初步了解2013的使用方法 我們可以透過工作這裡新建開啟以及開啟範例檔案 以及最近所使用過的DWG檔案 另外在學習部分我們可以透過新功能概述 這裡特別提到它是一個中文的語音發音 我們使用者能在學習非常方便 另外在入門視訊這裡也是中文的發音 我們使用者能都可以來這邊做個預覽的動作 2013它開始關於我們的說明檔說明文件有個比較大的變化 我先把畫面關掉 當我打開說明畫面的時候 根據預設它會啟用線上的預設的說明文檔 也就是說我必須透過網路來去查詢一些像我們早期的一些說明的資訊 比如說LINE 一些耐耐操作的一些工具啊 災藥等等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透過選項 在指定行這邊按滑鼠右鍵選項 將系統說明和歡迎畫面 存取線上內容 如果說將這個打勾取消 就是不透過線上 不透過網路來存取說明畫面 這時候呢當你點選說明的時候呢 它會請你要下載 離線說明檔 那當我們點選之後呢 它會開啟 網路畫面 好讓我們來下載 繁體中文的離線說明 也就是說你可能在一個沒有網路空間 你就可以透過離線說明呢 來做個執行 OK 如果說你今天安裝完畢之後呢 就會像這樣的狀態 再一次 好我們今天先 改用線上說明 就是說 你今天安裝完畢之後呢 就算沒有網路 你啟用說明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除了說明文件之外呢 OK它有提供了語言包 也就是說我們只需要安裝其中一個主程式 就可以透過 下載語言套件 一直將你的使用的OK版本呢 轉換成其他語氣 比如說我們熟知的 反體中文版 或者解體中文版 依照需求 可以去做一個下載動作 那另外在支出這裡呢 也可以透過線上的 一些說明讀我 來去查詢說 相關的資訊 以上供各位參考